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念见,我是主播美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一项超前科技的电影《虚拟实经》 电影的开始,女主瑞恩和弟弟在海边冲浪时发生了意外 弟弟也因此陷入脑死亡,成了植物人 而瑞恩是个天才程序员姑娘,她继承了父亲的研究成果,虚拟药物 还和商母合作开了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类似眼药水类型的纳米科技,名为重生 只需要滴一滴近眼睛,就能让大脑进入预设好的虚拟时空 享受曾经或从未经历的场景和事物 而她对外宣称,记忆只是化学物质,不但可以复制,还可以创造 但重生这一技术还存在许多未知的风险,一不小心可能会让使用者脑死亡 所以瑞恩的父亲并不同意她将这一技术上市 但是实际上她研发重生,目的是帮助陷入脑死亡的弟弟苏醒过来 但随着研发的深入,瑞恩和合伙人山姆也产生了分歧 前者一心选择弟弟,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物理,甚至于私活 后者想要收回成本,让产品迅速上线,吸引新的投资人 甚至提出让瑞恩看发一个监禁版本的重生 然后犯人在短时间内便可以完成长时间的监禁 但瑞恩并不同意,正当两人矛盾一眼淤裂之时,意外发生了 瑞恩和男友间同事的丹妮放飞自我后,让她体验了一次重生 觉得很过瘾的丹妮想再来一次,便偷偷使用了药水 但由于药水还存在安全问题发生了意外,丹妮去世了 瑞恩被抓后,政府表示按照法律,瑞恩应被判监禁 她被迫配合他们对监禁版本的重生进行实验 瑞恩使用了药水进入虚拟空间,进行为期虚拟时间一年的实验 她在虚拟监狱中看着倒计时度过一年后 时间却再一次回到了第一天,陷入了死循环 深感崩溃的瑞恩却意外逃出了虚拟监狱 她发现外面世界竟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便以为是山姆和政府欺骗了她,将她监禁在真实世界 但事实上,逃出监狱的瑞恩还处于虚拟的重生之中 只是她并没有意识到 出逃之后,她还发现山姆拿着自己研究的成果大发器材 而自己的男友丹妮竟然并没有去世 于是她和男友一起回到了公司,拿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她在原来重生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让人在虚拟中可以摆脱潜意识的控制 并可以做出自我选择,从而避免陷入死循环 她把改良的重生药水滴进了弟弟的眼中 弟弟真的醒来了 但事实上,此时的瑞恩还处于虚拟实验中 在监狱中出来后的所有事都是重生迎合了她的潜意识选择发生的 就在这时,瑞恩突然被唤醒,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世界 最终她发现,弟弟还是没有被成功救醒 而醒来后的瑞恩意识到重生对于人类大脑的危害 坚决要求退出重生的开发 但山姆却不乐意了 因为山姆发现,真人虚拟实验意外产生突破性进展 她认为,瑞恩能够越狱成功,还进入了一个更大的虚拟世界 而且还可以和那个世界产生互动,甚至可以重新醒来 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和重生可以产生互动 而拥有这一特性的重生必将打卖 遭到瑞恩拒绝的山姆,愤怒地想把她再次囚禁在虚拟世界中 可惜,瑞恩利用自己的意识成功突破虚拟,又一次醒来了 并且以其人之道换至其人之身 让合伙人进入虚拟囚禁,体验死循环的痛苦 电影的最后,瑞恩放弃了重生的研究和上市计划 也选择让弟弟就此离开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移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